当时间禁止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人性本来的丑陋就会净显无遗 没有了法律的约束 没有了道德的限制 暂停了时间人究竟会怎样 而这家人就拥有能够禁止时间的道具 可是他们并没有万贯家财 反而每天都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爷爷是个酒鬼 爸爸下档失业 女主更是刚刚经历19次的面试失败 而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不小心和男人撞到一起 在手机被撞飞的瞬间 时间突然停止 一个长满了藤蔓的人形怪物 朝着女孩摸了过来 突然女孩居然摆脱了时间的控制 她的眼神也变成了白瞳 而这些还是要从女主悲催的原生家庭说起 她之所以这么努力地想要上班 是因为想要给家里多赚点钱 现在这个家里 唯一能拯救这个家的 只有22岁的自己和努力工作的老妈 听到这些抱着酒杯不撒手的爷爷愣住了 女主连忙解释爷爷已经退休了 这时 姐姐打来电话让女主去接侄子放学 因为实在太累了 所以女主只能拜托正在打游戏的 啃老族哥哥帮忙 劫匪就突然出现绑架了哥哥 废柴哥哥根本无力反抗 劫匪打来电话 索要500万赎金 爸爸急忙准备好钱 而就在这时 爷爷叫住父女两人 只见他割破手掌 将血滴在石头上 血液进入石头的瞬间 一团暗红色的结界迅速展开 空中飞来三团好像水母一样的奇异生物 水母进入身体的刹奈间 时间仿佛停止了转动 世界上的一切物体也都静止下来 他们进入了一个名为止戒的世界 不明思义就是静止的世界 除他们三人以外的人都不能动了 他们来到绑匪所说的地点 一个个静止的绑匪嚣张跋扈 把哥哥折磨得够呛 树里怀着恨意走上前去 身后竟然慢慢浮现出一个虚影 爷爷急忙叫住孙女 先把人救下来 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考虑 树里擦去外甥的眼泪 将其抱起 就在他们快到门口的时候 一群小混混竟然来势汹汹 只见竟然还有活人 毫无防备的爸爸被棍子放倒 树里也被一棒子敲晕 寸头男上前就要取树里的性命 千军一发之际 爷爷将碎玻璃扎进男子脚内 就下树里 一旁的黄毛举起钢管就砸了下去 但爷孙俩竟然凭空消失不见 两人瞬移到屋外 外边的同伙双面夹击 爷俩再次瞬移 这回竟然从半空落下 就在这时 寸头男挟持外甥 逼迫爷孙俩人乖乖就范 但下一秒 一只庞然大雾在男人身后出现 树里认出就是刚才的虚眼 而他就是纸戒的管理人 紧接着 一双利爪直接抓向了男人的头部 下一秒 男人便抽搐着领了盒饭 怪物在消灭男人后 瞬间消散在了空中 仿佛他从未来过一般 爷爷抓住其他绑匪分神的时间 带着树里用出了瞬移 成功逃脱了他们的掌控 树里询问爷爷那只怪物的来历 爷爷回答他是纸戒的管理员 只要有人对处于禁止中的人动手 那么他就会出现 对违反规则的人予以审判 并且他们的祖先 曾经也是纸戒的管理员之一 就在两人谈话的功夫 刚刚被管理员杀掉的男子 竟然从体内幻化出了一只水母 缓缓地飞到了树里的哥哥一体内 看到自己被绑架的场景 一也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之后爷爷告诉树里 这个世界就像是电影胶卷的其中一帧 只要暂时解除树法离开这里 然后再立刻发动树式 他们就能前往下一个没有绑匪的时间线 轻松逃离他们的追捕 可是他们一旦离开 就会导致已经进入 这个时间线的哥哥和父亲 永远地留在这里 爷爷安排树里回家拿可以暂停时间的石头 自己则去拯救树里的哥哥和父亲 然而树里对爷爷的顺移法术非常好奇 他也想要学会这门技能 结果爷爷告诉他并没有什么诀窍 只要心里想着飞去哪里就行了 可是树里都快憋出屁了 身体还纹丝未动 一旁的爷爷看不下去 决定给他亲自掩饰一番 最后狼狈地摔倒在了楼梯上 之后爷爷根据绑匪的行踪 发现他们全都来自一个 名叫真纯是爱慧的组织 并且还在这里发现了另一块时间石头 还有自己一家进入纸界的画面 而他们之所以找到爷爷一家 全都是因为一个刚入会半年的女性徒 他曾经在17年前 无意中进入过时间禁止的世界 这边被绑匪遗留的哥哥 看着周围禁止的画面一脸猛逼 随后他挣脱了座椅 第一次接侄子放学就让他遭遇绑架 哥哥感到非常的自负 他还以为侄子已经遭遇了不测 树里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 急匆匆地返回家中 熟不知自己的行踪 已经被人尽收眼底 等他回到家里 石头早已不见了踪影 迎接他的只有身后的绑匪 树里只是一介弱女子 哪里是几个男人的对手 他被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就在树里快被掐死时 他的双眼突然泛白 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罪犯体内的灵回忍在他眼中一览无余 树里挣扎着用手拍向了他的身体 下一秒 男人仿佛受到了刺激 鼻血慢慢流下 灵回忍从他体内疯狂涌出 这一掌竟然直接将他打回了现实世界 随后树里用刚觉醒的能力 一掌一个小朋友 全部将他们驱逐出了静止世界 拿到祖传的石头后 树里赶紧逃出了家门 这边邪教老大为了测试纸戒的规则 他让一个小弟对静止的人出手 小弟还以为得到了老大的赏识 拿起刀子对准了男人的脖梗 画面一转 小弟就被管理员按住了脑袋 眨眼的功夫就领了盒饭 不过老大也从其中看出了一丝端倪 除了不能对静止中的人动手外 管理员每出现一次 他的体型就会变小一分 倘若管理员的能量全部耗尽 自己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而他没注意到的是 刚刚被杀掉的小弟 他体内的灵回忍竟然破体而出 最后跑到了静止中的小珍身上 哥哥满脸的不可置信 为什么小珍也来到了指界 熊孩子可不管这么多 他对这个静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什么都要碰一碰 甚至跑到了豪车顶上跳山羊 这边的邪教成员更加放肆 他们在超市肆意抢夺食物 正在购物的漂亮妹子 也逃不过他们的魔爪 失去了法律的约束 人性的贪婪被无限放大 之后他们发现了路过的树里 这才想起要抢夺他的石头 而树里恰巧遇到了前来救自己的爷爷 面对邪教成员的追逐 爷爷不断使用顺移法术逃跑 跌跌撞撞的两人好不容易摆脱他们 正在盘算如何救回哥哥和侄子 却不料有个二五载装作静止之人 拿起刀子就要偷袭树里 还好爷爷反应及时 冲过来扑倒了伪装的邪教徒 树里看到爷爷就要遭到危险 瞬间激发了自己的能力 一掌下去 将他送回了现实世界 而这不断觉醒的能力 让树里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爷爷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最终决定将一切说出来 当时家里的狗狗快要老死了 爷爷不忍心看树里伤心 便开启了纸剑 让树里能和狗狗多待些时间 结果树里却怎么也不愿意回去了 就在爷爷准备拉他回去时 树里突然觉醒了能力 一掌下去 差点将爷爷打回了现实世界 还好爷爷在最后一刻稳住了身形 但他也不确定刚才的瞬间 自己有没有离开纸剑 哪怕只有一瞬间 树里将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爷爷路过了天桥上的小女孩 最终还是找到了抱着狗狗的树里 所以爷爷认为纸剑太过危险 他不愿意让树里参与其中 更不想树里陷入欲望的世界 吴修指的使用时间静止的力量 另一边 这个漂亮的女人正将一块牛排 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大叔发现了女人龌龊的行为 还观察到她的身材很好 一番思考之后 大叔决定以牙还牙 就在这时 小珍带着哥哥走进了超市 树里一家因为拥有操控时间的石头 遭到了一伙邪教组织的追逐 看到前方已经无路可走 树里决定不再逃避 他一把将石头扔向了几人 趁他们愣神的功夫 树里运用自己的能力 一掌下去就将男人打出了指剑 一边的二五仔也逃不过树里的眼眸 眼看两个小伙伴全部阵亡 刚刚吐槽树里是大波妹的眼睛在慌了 连忙为之前的行为道歉 将最后一人解决之后 树里和爷爷来到超市补充体力 在和爷爷的聊天中 树里察觉到了那个女教徒 应该就是小时候自己在指界遇到过的女孩 但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就被绑架的小珍和哥哥 随后两人回到了烂尾楼 结果发现小珍和哥哥都不见了 椅子上的绷带 就像是自己揭开的一样 爷爷通过死去的邪教徒分析 他们体内的灵灰人 应该是飞到了小珍两人的身上 这边的邪教徒一行人 因为没有捉到树里 争吵中开始了窝里洞 一发男也不惯着 一脚踢飞了挑适的小弟 至于为什么要叫他一发男 后面大家就知道了 被打的小弟精神崩溃 竟然对静止中的人动手 就在这时 直接管理员突然出现 小弟在挣扎中领了盒饭 同时管理员因为耗尽了最后的能量 也当场死去 女教徒从死去管理员的身体中 发现了一个古装搭扮的男子 虽然早就猜到了这一幕 但他一时间还是有点不敢接受 女教徒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其实纸戒的管理员 全部都是曾经进入过纸戒的人类 由于他们的意志不够坚定 被体内的灵灰人占据了身体的控制权 最终变成了纸戒真正的原住民 一种名叫神之离忍的生物 女教徒之所以知道这么多内幕 是因为在他年幼时 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变成了神之离忍 收拾屋子时发现了一块腹石 那天树里的爷爷恰好带着他进入了纸戒 这边的腹石也被激活 引来的灵灰人钻入一家人的体内 将女教徒一家也带入了纸戒 父亲看着静止的世界陷入了绝望 灵灰人占据了他的大脑 不管母亲怎样呼喊都无济于事 最终父亲变成了纸戒的原住民之一 母亲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身体也被控制螺旋升天 弟弟追随母亲的身影逐渐崩溃 一言不合直接升天 看到一家人走得整整齐齐 女教徒已然麻木 背后的处须寓意着她也将要升天 就在这时 女教徒遇到了不想狗子死亡 来到了禁止世界的树里 本来树里就因为狗子快要老死情绪崩溃 看到可以活动的女教徒 直接激发了自己的能力 一掌便将她打回了现实世界 也阴差阳错地救了女教徒 得知女教徒是想再次借助树里的能力 拯救已经变成了神之离忍的父母 一发男决定帮助女教徒 但前提时完事之后要女教徒和自己来一发 女教徒一脸猛逼 表示等事情结束之后就可以 一旁的小弟震惊了 为什么自己不早点说 而这时树里突然出现 一掌将一发男打回了现实世界 让他失去了和女教徒来一发的机会 随后爷爷带着树里顺移逃走 女教徒想要和树里谈谈 让他用自己的能力解救变成管理员的父母 不知情的树里 在爷爷的劝说下没有同意 女教徒走后 爷爷和树里回到家中 发现了不久前因为能量耗尽 树里给小珍和哥哥留了一封信 告诉他们家里很危险 女教徒回到组织 并没有将自己家人的事情告诉教主 只是说管理员可能不止一个 教主决定亲自实验一番 他将一个禁止之人绑在凳子上 用刀子抵住了他的脖梗 故意违反指借的法则 结果当然不出所料 管理员随之出现 一旁的小弟看到如此矮小的管理员 一脚就将其踢飞了出去 随后开始了自己的花样作死 然而装逼不到两秒 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小弟含泪领了盒饭 女教徒发现小的管理员是哥哥 大的管理员是父亲 可他却只能装作不知情 祈求树里能够拯救他们 这边树里找到了被绑架的爸爸 爷爷用处瞬意带着两人成功逃走 哥哥和小珍刚从超市出来 却被之前要抓奥派的邪教徒跟踪 等他们回到家后 邪教徒早已将家中清理完毕 还拿走了树里留给他们的纸条 躲在暗处的邪教徒趁机偷袭小珍 还好被哥哥及时发现 哥哥让小珍快走 自己则和邪教徒扭打在了一起 慌乱中哥哥也是成功反杀了邪教徒 可他也因此和小珍再次走散 面对处处危机和一片静止的世界 哥哥逐渐崩溃 灵回忍破体而出 马上就要变成直接的管理员 关键时刻树里及时赶来 一掌拍下就回了哥哥 同时也将他送回了现实世界 这边走散的小珍被女教徒发现 之后女教徒找到了树里 她用小珍的性命以此要挟 希望树里能够拯救她的家人 女教徒随便抓了个静止的人 装作要对她动手的模样 然而管理员并没有出现 因为女教徒只是想救自己的家人 她也只是一介弱女子 根本没有杀人的勇气 就这样来来回回十几次 路人的脖子都快磨出茧子了 管理员还是没有出现 一旁树里的爸爸都看不下去了 只见他将手放在了路人的脖子上 脑子里幻想着对她的杀意 树里嘲讽要是这么简单 就能召唤出管理员 那个管理员脑子一定有病 然而下一秒 管理员真的出现了 关键时刻爷爷挺身而出 使用瞬意救出父亲 树里面对如此巨大的怪物 直接选择跳到他的背上寻找破绽 一旁的爷爷也只能不断使用瞬意 暂时规避怪物的进攻 好在树里及时找到怪物体内的灵灰人 敢在爷爷两人被拍死之前 一招夺命 成功带走了管理员 女教徒也从管理员的尸体中 发现了早已化成人干的父母 还有自己十多年未见的哥哥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哥哥居然还活着 女教徒只能抱着哥哥痛苦地哭泣 经过这件事后 树里看清了纸戒的真面目 她只会让人沉迷其中直至终结 众人决定借助树里的力量 将十爱会的剩余几人全部赶出纸戒 然后等大家回到现实后 彻底摧毁能够开启纸戒的本事 而这边十爱会的几人 除了四个教徒之外 还剩下专门收集情报的朝剑 与教主左和 教主通过树里的哥哥 以及教会中的大元行迹 参透了纸戒的奥秘 教主告诉朝剑 教中代代相传记载了纸戒的大元行迹 经过专家鉴定 全部都是一人所写 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相隔的时间 整整过了五百年之久 所以变成神之隐忍不是终点 只要能操控体内的灵魂忍 便能获得永生 教主想要获得永生的力量 成为可以穿梭过去未来的观察者 但他需要自己在进化的过程中 寻找一个心腹为自己管理十爱会 这个人就是朝剑 熟不知他们的对话 全都被门外的小弟听到 小弟的信仰崩塌了 说好的用纸戒发家致富 你却给我玩哲学这一套 众人当即决定发动政变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女教徒的叛变 他凭借自己的身份将他们拟幽出来 然后让树里逐个击破 黄毛凭借树里洗脸的痕迹 成功找到了传家宝石头的位置 可他们早已对教主心声不满 看着教主如此装逼的讨要石头 小弟不爽直接张嘴辱骂 教主也看出了他们想要政变的心 他微微一笑 直接选择不当人 说着灵魂忍破体而出 原来教主已经参透了纸戒法则 现在的他能够控制体内的灵魂忍 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管理员 随即他的脸上清净暴起 彻底变成了一个怪物 解决了所有叛变的小弟后 教主只留下自己的心腹朝剑 最后一名教徒也被教主胁迫 让他杀了树里的哥哥 来测试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其他管理员 小弟为了活命也只能照做 就在他手起刀落的瞬间 还好树里及时赶来 让教主羡慕不已 他是树里为阻碍 想要把他除掉 关键时刻爷爷及时赶来 用顺意带走了树里 教主也带走了树里的哥哥 逼迫他前来救人 女教徒提议拉拢朝剑入伙 因为他完全是为了赚钱才来到纸戒 跟着教主 也只是为了生存做出的选择 自从教主变成了管理员 每天都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在吃完一冰箱的食物后 教主重新调整了与灵魂远之间的平衡 从思想和肉体上得到完全进化 这边女教徒找到了朝剑 想要拉拢他 结果谈判破裂 自己也落得被教主追杀的下场 为了拯救女教徒 爷爷带着树里赶到战场 一堂埋伏的朝剑等的就是这一刻 突然出现划伤了爷爷的手掌 本以为教主会乘胜追击 结果他们只是打包了爷爷的血迹 不紧不慢地离开了这里 大家越想越不对劲 直到发现了传家宝石头被偷后 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果不其然 教主这边运用爷爷的血迹 与纸戒时的相互作用下 准备将爷爷驱逐出纸戒 倘若没有了爷爷顺移的能力 解决树里挤人也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树式的发动 爷爷感到体内的灵魂忍破体而出 树里希望爷爷能够发动顺移 带他去往结界的内部 然而到达内部后 树里发现堵住石头的孔洞根本没用 爷爷的灵魂忍还在往里面飞 树里当即决定砸碎石头 就连里面的阵盐也被树里踩碎 教主发现情况不对 杀了过来 看到石头被毁 朝剑瞬间叛变到树里的阵营 因为现在只有树里才能让他离开纸戒 爷爷非常自责 他们都可以凭借树里离开纸戒 可医者不能自医 树里的法术对自己无法释放 这意味着他要永远地留在纸戒 朝剑为了让树里把他拍回现实 疯狂地透露教主的底细 他告诉众人 教主可以探知所有人的杀意 所以大家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弱点是教主需要疯狂补充营养 不然就会被体内的灵魁人所反噬 而教主的真正目的 是想成为历史和宇宙未来的见证人 变成管理人只是一个过程 只要能够自由控制体内的灵魁人 就可以自由穿梭过去未来 去观察城市的建设 战争的残酷 以及科学的进步 宇宙之外的奥秘 所以与树里他们的对战不过是小打小闹 教主的思想早已超脱 得知教主没有毁灭世界的打算 树里想通过求和的方式与教主谈判 自己没必要赌上家人的性命为此战斗 他的想法遭到了朝间的唾弃 表示他们对教主来说只是虫子吧 比起相信虫子 还是捏死他比较方便 另一边 回家的父亲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为了保护小珍 父亲和怪物扭打在了一起 可他始终是凡人之躯 怎能对抗怪物 就在父亲快要领盒饭的时候 小珍竟然觉醒了家族遗传的能力 能够自由地操控怪物 听到动静的树里一行人闻讯赶来 父亲为了装逼 谎称是自己在操控怪物 树里不信 自己的废柴老爸不可能这么厉害 为了证明自己 父亲假装让怪物爬大楼 怪物先是无动于衷 最后真的爬上去了 还好小珍懂事 没有戳穿父亲的谎言 父亲假借保护孙子的名义 夺回了小珍的照看权 因为只有他在自己才能无限装逼 操控和小狗一样听话的管理员 小珍不仅能够操控管理员 还能通过自己的眼睛 洞察教主藏匿的位置 父亲借助小珍的能力照猫画虎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并且他还告诉小珍 要是树里知道他能操控怪物 他肯定会生气的 所以他会替小珍保密 等他长大了再将事实公之于众 说出自己是无名英雄的事实 很快大家找到了藏匿的教主 爷爷使用顺移的力量吸引注意 让小珍操控管理员对教主发动攻击 教主自知力量拼不过 只能不断进行闪避 想要偷袭的树里 也被教主闪身躲过 就在他想刺杀树里的时候 一旁的混混用棒球骚扰教主 虽然没有造成伤害 但教主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抓起棒球先解决了混混两人 小珍也抓住空挡 操控怪物中击了教主 关键时刻教主正脱了束缚 他看出小珍才是操控怪物的人 冲过来就要杀掉小珍 爷爷为救孙子被教主抓住 一旁的女教徒见状上来就是一刀 最终被教主折断了一只手臂 可就在他倒下的时候 用刀子刺进了教主的脚掌 小珍操控怪物衔接控制链 准备将他生生捏爆 就在这时 教主的身体突然发生膨胀 最后直接破壳而出 变成了甘霸教主 原来变成管理员的教主 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他早已体力不支 关键时刻 教主冲到狗管理的身下 直接吸干了他身体内的养分 树里见是不妙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教主一脚踹飞 狗管理因为没了养分 也变成了甘霸的模样 教主则是趁机逃走 但最终还是被爷孙俩堵在屋内 教主为了保命 蛊惑爷爷 自己可以帮助树里离开纸戒 如果自己死了 树里也将永远留在这里 爷爷动摇了 比起除掉教主 他更希望自己的孙女能够得救 教主也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他从小就出自宗教家庭 对信仰的神明满怀敬畏 对身为教主的父亲深信不疑 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基友 直到这天 教主的信仰崩塌了 他发现自己的父亲 正在和基友的母亲 后来父亲病死 基友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教主一气之下 踢碎了家里的供奉食 在里面发现了进入纸戒的副食 随后教主创立了食爱会 专门研究纸戒的奥秘 至于花天酒地的挚友 教主派人榨干了他的身体 让他在玩乐中死去 树里听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一掌就打在了教主的胸膛 见他不死又继续上前补刀 树里才不管别人的精力 他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爷爷不想树里手上沾血 犹犹豫豫 抢过刀子想要自己动手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父亲突然冲了过来 怒抢教主的人头 爷孙俩看到这一幕大为震撼 感叹父亲才是最恐怖的恶魔 教主在临死前 用尽所有能量下了一个蛋 树里经过一番思索 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因为纸戒时在战斗中不幸破碎 树里虽然拥有让他人离开政界的力量 可树士却对自己无法使用 这意味着他将永远留在纸戒 树里希望这个孩子也能留下 永远地陪着自己 那怕两人曾经相互斗争过 在用树士送走了所有人后 纸戒只剩下变成小孩的教主和爷爷 爷爷知道时间会把一个人逼疯 他不忍心留下树里一人 可树里不希望爷爷为此 奉献自己的余生 还是趁着爷爷睡觉时 一掌将他拍回了现实世界 如此一来 纸戒就剩下了这母女 树里陪着孩子 度过了一段十分温馨的日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慢慢长大 树里犹豫了 他早已把小教主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而不是被关在这个静止的鸟笼里 挣扎中树里还是下定决心 把他送回了现实 如今纸戒就剩下树里一人 可以说树里拥有了全世界 也可以说在树里送走孩子的瞬间 他的存在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一开始 树里非常乐观 他会用笔记录时间 在超市大肆购物 去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的小说 总之大家能够想到的他都干了一遍 慢慢的树里的心态逐渐发生改变 静止的世界快要把他逼疯了 树里决定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而城市中失去了网约的喧嚣 球场上也没有了酣畅淋漓的身影 明明是明媚的白天 可这寂静的世界却比黑夜更加恐怖 树里在失去意识 他将化为静止世界的管理员 永远地守护这里 就在树里陷入绝望变成怪物的瞬间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道身影 不断吸引着他过去 等自己醒来后 女人的身份让树里大吃一惊 他竟是纸戒的缔造者 在他的体内天生就有灵魁人 他的老公为了能够永远地陪伴他 击杀了一只灵魁人 取其眼制成纸戒时 然而他的老公最终也只陪伴了他两百年 这是凡人能做到的极限 当然女主是一个例外 说完这些 他递给树里一张名片 因为他有空与他一起游玩 之后 女人十分轻松地就将树里带出纸戒之外 树里也与家人团聚 其乐融融 故事到这里就画上句号了 若能让时光流转不动 你心愿会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